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 在宠物数量增长的同时 中国每年约有300万只宠物死亡 相关数据显示 宠物去世后有53.9%的人愿意购买宠物殡葬服务 为此记者走访了位于成都三盛乡的一家 名为毛球驿馆的小店 对宠物殡葬行业进行探访 走进毛球驿馆 这里分为了接待区、主人等待区、遗体美容室、告别室 宾关赞存区、室内围安葬区、寄存室、照片陈列室等 记者在遗体美容室看到 宠物殡葬师赶雅丽正小心翼翼地 为一只去世的吉娃娃清理身体梳理毛发 使其尽可能恢复到生前可爱的样子 打理完毕后将其送至一旁的告别室 让宠物和主人做最后的道别 赶雅丽告诉记者 如今的宠物殡葬服务有一套完整流程 首先是对宠物进行清洁整理 安排告别仪式 然后送到有动物无公开化处理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火化 骨灰收装 此外还提供宠物骨灰存放或宠物墓地埋葬等服务 做宠物殡葬至今快三年的赶雅丽 已经为近800只宠物服务 其中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女主人 在得知自己的金毛得了胜衰 需要花费七八万进行治疗后 义无反顾将自己买车的十万元拿出来为金毛治疗 这个家长就让我觉得她更做了一件 其实至少在比较自私的角度上面 至少这个东西它算是一个事业 如果能够好好经营 它其实是有回报的可能性的 但是那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回报的 就是十几万投进去 明明就知道它只能活一岁 但是它还是就义无反顾地进去了 这个去世时当时都有冲击力特别大 据了解 在成都每天去世的宠物大概有几百只 但是做宠物殡葬的人却很少 刚入行的王源向记者表示 除了猫狗还有蜥蜴鹦鹉甚至大鹅 在每只宠物火花前 主人做最后告别时 有人一待就是一个通宵 像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只大鹅 就是白色的那种肉鹅 食用鹅 那个主人给它取了个名字 就是叫做红烧 对 它开始的目的 其实是养大之后是准备 当时再来吃的 但是养一养养一养 慢慢发生感情了 最后就选择是说 给它还是一个最好的离别的方式 进行火花 就带到我们这边来了 当时一共七个人围着一只鹅 在那边拍照之类的 最后反正走的时候 我主人还是真的特别伤心 宠物的火花是有严格要求的 火花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 但是从事这个行业且正规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违规私下处理 而真正正规的是要有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阵 需要政府审批 才能做到动物的五害化处理 对于为宠物做殡葬 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 最难突破的还是观念上的转变 没关系人 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狭隘 有些人大碍 所以这些不用理会 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听见有一些网友的声音是 动物死了你都还想赚最后一分钱吗 其实对我们的感觉是真的挺受打击的 毕竟我们的初衷 说实话 投资这个的钱 其实可以远远不止做这些事情 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更多的是一种自己感动自己的情怀吧 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些特别好的网友会这样说 说像我们这种人走在晚上的话 都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小精灵是陪着我们的 对是这样的 毛球驿馆的宠物殡葬师们 都希望这个行业能够让更多的毛孩子 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能够让每一个宠物的主人心里面 得到一丝慰藉 这件事情也是他们宠物殡葬师能体现出来的价值